记者罗欣珍屏东报道,屏东县内浦乡老皮村今天2日举办马卡道族年度祭典,社区的泰安国小师生以及来自台南、高雄、台东、花莲的平浦族亲约300人共同参与展现平县赋证马卡道的三年成果。 今天的活动先在老皮五谷攻击和团拜,接着坐牛车出发到老祖祠,进行年度祭祀,学童演唱马卡道歌谣与族亲交流联谊。 屏东县政府文化处长吴景发表示,早在1909年的日治时期户口调查,老皮庄已有1186人被列入收藩,是屏东的屏谱大聚落。 县长潘孟安上任后即将马卡道附阵列入重要政策,也恢复中断许久的祭典,同时扎根社区学校出版教材与绘本,让马卡道文化薪火相传。 老皮马卡道文化协会潘燕保理事长表示,活动会场展示平谱传统记忆,古文珠与相关照片,让参与的学童及相亲认识自己的马卡道血脉, 同时也邀请周边社区的闽南、客家、台湾与新住民等各族群参与,增进彼此的互动与了解。 泰安国小校长吴阳明也说,他自己是客家人,来校服务后,在县服支持下逐步推动马卡道课程、歌谣传唱、出版会本等, 每年的祭典更是学校的乡土教育日,全校师生参与,落实尊重多元文化的理念。 屏东马卡道祭典接着还有明年2018年1月1日至1月2日的高, 数家瑞浦业绩以及3月2日的万轮家陶朗业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